既美便宜一定努力在改善臨床人員的負擔 在其前後進加速醫療所為專行的進程 這天在衛生福利部醫師書書中六月份參加過 對外發佈修從A-plus醫師和地靈給醫師 將臨床作業後路再提升 透過福利經合 A-plus醫師和臨床醫師導致交給別人 隨著新興式的臨床地匯的進步 以及相關的主案的完成 既美便宜和一間軟體公司 提供臨床地匯所有雲端 向部的買台 開發出A-plus醫生和地靈 讓醫師新興式的臨床地匯系統 透過虛實進入跟臨床協助 來提款臨床作業的效率 僵侵臨床的負擔 當時為臨床臨床保留到 進加這個時間來照顧別人 旗美醫學中心很榮幸 能夠在今天我們來發表 我們應用 TradeGPT這種生成式的AI 應用在醫療人員的工作流程上 能夠減少醫療人員的工作負荷 然後能夠使這個流程更精準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來發表 多項的一個應用 那發表在我們醫師的病例 那這個病人的應用 還有這個護理人員的這個紀錄方面 讓醫療人員工作不血汗 他能夠更快樂 衛生法律部醫師師師師長 劉悅平表示 旗美病醫突然開發到 A-PLUS醫生系統 會當地病醫的資訊 系統有地屬的精力被人的資訊 譬如說 疫苗審査數據 擁有狀況 白賴車的優化 以及白天的精電 軟體應體這邊 特別是在軟體這邊 能夠應用在醫療的場域裡面 整個做整合 陳如剛剛李院長講的 就是在這個 我們碰面臨到 不管哪個行業 都是一個人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怎麼樣應用科技 來降低大家的負荷 然後讓我們 特别是临床的工作能够把人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A++加进去的话 基本上还可以缩短到五分钟以内 就是三分钟以内就可以把一个病程 一个记录把它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那基本上它准确率大概可以高达九成以上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可以节省我们不少工作上 花费在这个行政方面的时间 那可以把这些时间可以应用在其他更重要的部分 包括说研究啦或者是教学等等 AI运用AI之后帮助我们的话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整合出重点 所以大概十几秒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这样所以其实可以减少我们像工作上的工时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整合出照顾病人的重点 那让我们的交班其实更方便 也同时维护病人的安全 今天病院希望透过地匪医疗的演法 重新技术来整合到实体照合到 人工的地区建立着特有的人机协作的模式 重新的应用和经验 不及时的能改善 反当的文書作业 减轻料工作的负担 议车提款照合的品质 也为高效率和共人生的既美文化 在医疗所为专行的路 提供经常的厚顿 既这帮我先 同区太阳不得 这座经文章 节鲁 节鲁 早上